大宿舍的爭議呢 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呢 昨天是召開記者會來對外說明 不過呢 綠營很多人都認為說 這事情並沒有解釋清楚 今天呢 侯友宜來到英哥參加活動 我們來聽他的最新說法 民進黨他們是請說 這個收託金這部分關卡不開 昨天我已經針對所有的細節 都講得很清楚了 我想不要再如為口水戰 我們回歸到選舉的正面論述 那之後解約之後 還會繼續租學生嗎 等台北市政府認定出來嘛 那一切等認定出來了 他們有其他論述 黃輝仲議員就認為說 就是泰坦是那個優勢公司的普通 但是產產申報這邊 好像並沒有列進去 這算有沒有做出 昨天我也說了 說得很清楚 而且選辦一而再造成的回應 我想還是回到我們的選舉的主桌吧 未來呢 會不會朝解約走 侯友宜說呢 要等到明天北市都發局 認定結果出來再來討論 另外太太的稅務問題呢 侯友宜聽到問題 也只有回答謝謝大家的關心 不再回答文大議題 能不能為事件執寫呢 就看選民買不買單 普天 他 兒 暈 暑 暈 暈 暈